你是一個非常非常重義氣的人 或許或許曾經做錯一些錯誤的決定 這都不是一個你願意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憑著塔羅牌 然後去猜到是我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對他的一個專業度 有一個就是認同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覺得 有一種悲傷的感覺 對於這麼陰柔 然後很溫柔的老師 您給他打多少分 給他 關卡 命 各位挑戰者 接下來將會聆聽三位來賓的陳述 其中一位 曾被法律判定為重大刑犯 我真的花了很多很多很多時間 我可能是時間最長的一個在抽牌的人 可是我就從三個裡面 就在看他們的故事 但是對我來講為什麼很卡關 因為對我來講 他們的故事都有一一點點雷同 都有一一點點像 所以就讓我覺得越來越慌了 二號 的B 其實我一直以來的抽牌的經驗是 我一定要跟客戶在面對面的同事 我其實才有辦法去啟動這個我所謂的占博 那當然我剛剛在休息室的時候 我有抽你的牌啊 就會覺得說其實你是一個非常非常重感情的人 你是一個非常非常重義氣的人 或許或許曾經做錯一些錯誤的決定 或者是一些可能讓你覺得後悔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都不是一個你願意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你的內心深處啊 你有很深的一種感動 但是呢 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非常訝異的人 很多事情你其實是不會跟外面 不會外說的 他可以憑著牌 塔羅牌 然後去分辨出猜到是我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對他的一個專業度有一個 就是認同 我覺得你是一個老靈魂 很多事情其實你都了人於心 只是你要做到哪裡 你要做到哪裡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也是一個不願意讓別人擔心的人 其實他有說到一些重點 就是我們平常不會對外侃侃而談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不太會跟人家分享 關於自己獨處會思考的問題 當然我覺得你對你自己其實 我相信其實是有些期許的 我相信你現在的成就 跟你現在所有的點點 可能都還沒有到 你覺得你非常滿意的部分 今年的流年 你會更需要安全感 所以多去把你自己的想法 好好去落實 好好的規劃落實 我覺得對你未來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的 好 那對於這麼陰柔 然後很溫柔的老師 您給他打多少分 給他15分 很高 15分 當他一走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真的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覺得 有一種悲傷的感覺 所以我也跟他說 希望他把他的愛的力量拿出來 好好去面對 好好地放下 好好地重新開始 我相信他走在這條路上了 我們一起祈福他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